带着金色鱼体的白子阿凡达 竟然意外地出现了 宁益川觉得 它的颜色就像南北极天空闪亮的极光 因此把它命名为极光 极光从开始我们生产白子 到现在已经第六代了 第六代差不多五到六年左右 才开始出现这种极光性的 极光的意思就是要有金色的身体 然后就是蓝银色的荧光色的翅膀 才叫我们的极光 美丽星台湾将带您看见 用心的人用心的产业